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好,這個石日明是怎樣唱的 這是芹菜木耳炒鮮淮山 好嗎? 好心思 其實這兩隻是怎樣? 放下的時候是熱辣辣的 暖的 是啊 即是連這個小指都要讚好 用腸口很辣 來吧 來吧 好冷口 之前我和阿總理吃過的食物 永遠在菜單裡 我不覺得有人會叫的食物 我就會叫一樣 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人叫的 我剛才說這個菜很符合醫生的食物 因為有醫生和我吃飯 永遠有些食物很健康 其實不是 不是 我主要的原因是這個菜很奇怪 我覺得如果你198這個價錢收這碟食物 我想試一下它做些甚麼給我 你用心思 有一種 譬如我體驗到我 幾塊水碟單尾 我就想看 你收幾塊水碟飯 幾塊水炒鮮米粉 你會炒成怎樣 譬如譬如下班四塊水碟炒飯是不行的 阿條是否這樣說 剛才我吃的那塊花生 很粉 很厚 炒得挺好的味道 雖然這種味道是很淡 MC在這裏 他就很喜歡 這些就是正宗粵菜那種 很淡的鹹味 不濃的 沒有甚麼醬 不是大油大獻的 很爽身的 但每一個食材 每一個料頭 都會有一些鹹味 剛剛好 因為近年 近年 十多二十年 香港人的飲食文化 放得就可以了 你給我自己分 沒有錯 謝謝 這個黃鮮炒鮮 如果可以的話 在外面幫你盜一盜鹽餐 這個盜呢 這個盜呢 這個盜要拿一個盜 這樣 好 那你先拍一拍 給我拍一會 待會再說 先拍一拍 這個呢 這個就炒得 木耳 或是山 都炒得好 這個芹菜呢 我覺得 很脆綠 很漂亮 炒得很漂亮 這個鹽餐餐 兩塊水 有兩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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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喂 你問我 今天這裡的所有食材 雖然我說 點心 這個雞 不能夠送飯 這個是可以送到飯 是 絕對送到飯 你每天吃都不會太膩 因為它吃起來 比較爽 比較淡 很厚 少許鹽味 我已經很夠 炒功就在這裡 因為 很簡單 你看 這個碟飯很帥 很帥 這個東西可以 你都沒有間錯 為什麼呢 你看每樣材料 好像是每天 你會很容易買到的 但你每天都買到的東西 是否等於你每天都煮到 每天都吃到 那這個就絕對不是 沒錯 其實你也看到我 不停地夾幾柱 對 而且它用的淮山 用得很厚 尤其我們在街市 或雜貨店 淮山是很薄的 很薄的 但是這個是很厚 有整隻 大半隻天狗 這麼厚 都算是這樣 應該用這個 叫做新食感的角度 對 因為其實每樣東西都很普通 對 要做到這個水平 其實就是 新的食感 是 好 我們現在吃的東西 轉過頭 就說單尾 接著就結尾環之下 四日明負責 我再說 請問 叫了一個 金蜜和牛鬆炒飯 它不是金蜜 金蜜和牛鬆 嗯 這樣就 我看到這個飯 我就想起 龍普飯店那個 什麼呢 牛鬆炒飯 唉 真是 要加XO醬 對 我馬上不用說 一定是叫這個 為什麼呢 上次吃得很不好意思 我這樣說 以我炒飯寶寶來計 我這樣看這個飯 總之 怎樣都好 龍普飯 反正不敢說 什麼都不敢說 這個飯一定 雖然不至於說 很頂級 麻煩你 很頂級 但是 要不太差 這個飯 它呢 拌勻了些鹽 剛才他說 因為它鋪上的鹽 拌勻了 我一拆勻它 那些鹽 都出來了 都算很爽身 這顏色上得很均勻 石頭仔玩泥沙 散修修 非常之靚仔 一枝不用點XO醬 如果呢 如果吃飯 是要吃到可以 大大個夾起 那塊飯就很黏 其實呢 這個飯呢 基本上要爬飯 你問我 有些什麼 芫荽蔥 蛋 小小 應該是洋蔥 洋蔥 這些呢 這些就是和粒 說真的 吃不出的 你給我錢 牛肉 你說是和牛 我都沒有你負 所以呢 純粹是 和牛 這兩個字呢 就是 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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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就等於 一個生炒牛肉飯的變種 再這樣說 曾經網上有流傳 方榮記那個 殺低牛肉炒公仔麵 是用和牛 如果是用和牛 如果是用和牛 他怎會不印那隻和字 是不是 沙爹和牛 炒大江麵 炒大江麵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呢 你問我 是不是很捨不出 不過這樣 大一點的和牛 和牛 看到 它煎過的 煎過少許的 有些脆 有些就不是脆的 有焦面 又不是焦面 如果你說酒油的話 它應該是整粒都脆了 很明顯 可能呢 比較淺層地 輕輕辣一辣 就算是這樣 有些飯粒 色水平均 還有有些少爽脆 所以吃起來就 有一種很清爽的感覺 這個飯呢 你看它偏淺層的味道 但味道一點都不重 一點都不重 比較淡厚 油份就夠了 油份就夠了 還有呢 因為剛才他們在外面 用一個鍋子 再推一推 炒一些芫荽 變成有少許的焦 有少許的焦 有少許的焦 有脆米的效果 就是不敏的 吃這個飯呢 你問我 這個飯二百五 我覺得就沒問題 在那邊吃那次吃的 那種東西都兩塊多 這個我算是 對得住有特 我覺得這碗飯是不難吃的 我外面吃幾百碟炒飯 未必有這個質素 但今天這個飯呢 我給它 通爽透做得到之餘 也吃下去 味道淡得來 有少許鹹 我喜歡這些 太濃味的味道很一般 那你有沒有補充 有 其實一拿起飯 我就已經是用時筋 因為我不預期筷子會 活得很好 因為如果你 那些飯是分開的 就算你拿筷子 拿得很好 你這樣撥一下 你都會覺得 好像沒有用匙巾那麼好 所以我一綁起碗飯 我就用匙巾 因為我覺得這樣 我入口的份量夠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 充分感受到那個口感 很散 那我給阿翔吃兩頓飯 我只會給他吃兩頓飯 因為要把握時間 要給謝阿明做個結尾 那待會再說一說 謝謝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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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教給他 嗯 那這個禮拜 發生一件事就是 我想說一說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 我現在生活上的轉變的事情 上個禮拜 他打 因為這一年的轉變 我比較大一點 很多時候 我都不停在研究 我自己這個人 本身的事情 可以借助一件事就是 阿總理在PayPal 在網上訂一件衣服 在PayPal很生氣 就追不到 那件事是畫我的 那件事來到我手的時候 那件事好像很順利去到尾 那件事就是 他第一件衣服 現在那個廠家就不寄貨 不寄貨 找PayPal PayPal 就在AI的系統裡 鬆軟軟軟軟軟軟軟 那天他想我便很搞笑 我說五間小跑 有時我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也沒什麼正 可能是長一點 兩、三個小時 我都會跑一個磅 他就傳圖給我 就很勞氣 就說 訂了件衣服 PayPal 搞得搞不定 那我有時會思考 那個問題 因為我本身也說過 我是一個儲女座的人 我是比較上是 很想研究如何解決問題的人 儲女座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 就是 首先不只是解決問題 首先要變成一個問題的專家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會覺得 那件事很奇怪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像PayPal 這麼大的現金交易系統 不是現金 就是一個交易系統這麼大 你想想可能 這個世界上 每一天 可能是八位數字 或九位數字的交易 其實他設計一個系統的時候 其實大部份的事情 我會覺得 應該是 你遇到的問題 應該是透過AI系統 解決得到的 嗯 而很少很少的部份 是AI解決不到的 那其實他遇到的問題是怎樣呢 就是 其實他遇到的問題 就是很奇怪 對我來說 為什麼呢 因為他用PayPal的時候 他是用Gas Lock In 去付錢 懶啊 那我會覺得什麼呢 當我思考 怎樣幫他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只會想兩件事 第一 PayPal的Customer Service 設計的系統 我不覺得他是玩狗 嗯 他是教你去解決 你應該要認識的問題 是 而我思考的時候 我只想兩件事 我怎樣找一個人出來問 以及怎樣去到核證那件事 是發生了呢 嗯 因為為什麼呢 他給我一條連結的時候 那個交易的ID 交易的ID 交易的ID 就算你登入了也好 都見不到交易的 嗯 那我就覺得 既然那電郵是真的 那我應該怎樣打電話給PayPal 那我的思考圈就開始來了 那怎樣呢 首先第一件事 你用Gas ID Lock In 的話呢 第一件事 PayPal不覺得你是他的客 你明白嗎 雖然你用了他的系統 但是呢 你只是這宗生意的客 你不是他行上的客 所以我第一件事 我跑完那步 之後呢 我第一件事 首先我要先做你的客 所以呢 我就用他的電話 和電郵地址 打算和他開帳 原來他的帳戶不一樣 然後呢 我用了他 然後我就叫他發帳戶給我 即是一個帳戶給我 即是一個帳戶給我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好了 把他開完所有系統出來 都是見不到交易的 好了 現在既然我是你的客 沒有理由不服務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想了一陣子 之後 我就知道問題所在在哪裏 因為你如果買了一件東西 收不到貨 你的角度呢 就會覺得 我要追回那些錢 嗯 我告訴你 如果你以這個方法去思考的話 我肯定告訴你 在PayPal系統上 是不會理你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 每天都有成千萬成億個交易 我沒有可能因為利益的交易 我要服務你 嗯 所以我第一件事 我就會怎樣呢 那我就搞好所有的事情 然後呢 我就想一件事 我應該用什麼角度 去找一個人來回答我呢 就是這樣的 你要告訴他 我遇上騙案 啊 報警 為什麼呢 你付了錢 拿不到貨 其實 你的問題的根本 就不是你拿不到貨 或者病 或者是 你的角度不是拿不到貨 你的角度 現在遇上騙案 那呢 我登入了之後 我經過幾個步驟之後 他給了一個電話號碼給我 哦 電話號碼呢 就是這樣的 這個電話號碼 是一個小時之內有效的 OK 接著我打到電話去的時候 我發覺 咦 不是 我打到電話去的時候 這個電話號碼 是專屬給你這個客戶用的 是 所以我打到電話去的時候 他就要檢查你的所有電話號碼 你的電話號碼 你那張卡的尾四位數字 幸好我開了你的帳號碼 就看完了 那其實呢 他的系統設計出來 不會玩夠你的 嗯 他其實也是在服務你 不過你要知道他如何服務你 然後呢 他給了電話號碼 專屬的電話號碼 一打 其實他知道是董先生打過去了 嗯 打過電話之後呢 那我聽完所有的東西 我終於聽到呢 很快的時間裏面 因為我懂得聽 我有研究這些系統 我聽完之後呢 我知道安全在哪裏 接著一分鐘之內 就有真人答我了 很厲害 接著然後呢 我跟他說的時候 我都不是說追貨款 嗯 我說我懷疑遇到騙案 啊 啊 那女兒就聰明了 啊 啊 我不知道收到電話號碼 是否真的 不如我給你一個交易號碼 給你 你給我跟一跟 是 接著他解答了我的問題之後 我說不如這樣吧 嗯 你給我安排退款 現在 即是PayPal一做事呢 賣家呢 就嚇到賴屎 漏夜半夜 韓聲PM給我 解釋貨 怎樣又 又中秋國慶 又打風落雨 死老爸 怎樣延遲 然後又給了一個新的貨號 又說 送一張Cuber給我 然後再翌日上班 收引到東西 因為你要明白 如果他 雖然他是說在台灣網站訂 但實際上在大陸發貨 你要明白 即是大陸 如果他要做外貿生意 他差不多要經過PayPal系統 他是不敢得罪PayPal系統 所以PayPal一做事 他就很快就收到貨 是 好多謝總理這件衣服 對於你幫我選擇的衣服 這件衣服 真是垃圾 為甚麼呢 因為這件是Stary Knight 即是凡谷的Stary Knight 即是用龜波氣功 龜波氣功 龜波氣功Stary Knight 這個很棒 我又穿這件大紅的衣服 純粹是因為他幫我撈回來 那幾個衣服我已經下跌了 當然 即是說 我也覺得 其實就說幾句 關於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 我這種做人的方式 是想法的方法是很複雜的 為甚麼呢 其實如果你一個人 是很順利很暢順 一生人不是遇到很多問題 其實你是不想跟我這種人聊天 因為我差不多每一件事 我都分析一套道理給你 而如果你一生人 不是遇到太多問題 你是不會無情百事捉我聊天 但這就是我做人的方式 是有好有不好的 我經常請教你很多事情 當然 我現在這一年裏面 都是做了一個保險從業院 面對一些新的挑戰 為甚麼呢 例如你做一個醫生 其實我經常說 你做一個醫生是一個高價值 為什麼高價值呢 就是因為每一個日得理的人 已經相信你 然後他對你的要求是很清晰的 基本上你坐下來和他解決問題 就可以了 抬個問題就可以了 但是做保險是不同的 做保險就是說 你是每一天 你是遇到一班人 根本是不知道什麼叫保險的 是反過來 現在變成我是一個低價值 這件事是為甚麼我會覺得 是一個新挑戰 因為其實我做了二十幾年醫生 其實我每一天都是幫人解決問題 但是 從一個高位去幫一個低位的人解決 不是那個人是低下課程 我意思是說 你由高價值的人 幫一個低價值的人解決問題 其實是相當容易的 成功率很高的 但是反過來 我現在做一個低價值的人 幫一個高價值的人解決問題 你就要告訴別人 你每一天所遇到的問題 應該怎樣面對 是變成我是低下課程 叫你去解決 那你其實呢 我會覺得 譬如我形容給你聽 就是說 好了 現在你是一個百老匯銷售 你是賣電話的 然後你見到我這個傻子 就賣電話 接著 喂 現在iPhone 13出了 或者好像剛才的朋友 有Samsung Flow的電話 接螢幕 這個電話很棒 接著我這個傻子 就在褲袋裡面 按3310出來 你買電話 我的電話我有 電話又有貪吃蛇 充滿電一個星期 都不會沒有電 又換得電池 接著 其實我每天就是 就是賣電話給那個人 而那個人 而那個顧客 其實只是用了3310 他覺得有電話就夠了 其實現在做保險的最大感受就是 很多人以為 有幾個人 第一 就不信保險 第二 就覺得我有保險就夠了 但是呢 其實絕大部分 我現在的經驗是甚麼呢 就是 如果跟你說賣保險的話 這個人的保險 多數都是 在褲袋 銷3310出來 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其實 那個保險業 那個概念 是轉變得很快的 當然這個我不詳細說 不過其實我現在做的就是 我每天就是 在保險的範圍裡面 每天在面對的人 就是拿著3310的人 而我手上拿的東西 就已經是iPhone 13 當然啦 這些是分層次的 你要令到一些 高價值的人相信你 其實是說 我人生裏面的 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個是需要時間去證實的 這個是我不介意做的 但是我會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 現在這個階段是甚麼呢 我覺得 這個是我人生裏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 和最正確的決定來的 為甚麼呢 因為最少 我未必說 會做到很多錢的生意 但是最少 喂 我先收拾很多自己的盤數 因為其實我自己出身 都是很草根 而且我家裡真的很窮 其實我對錢的觀念 是很差的 超級差的 甚至乎 我可以告訴你 甚至乎 我現在賺錢 其實我不是剩下很多錢 因為理財方面有問題 那我最少 我也覺得 最少 就是 我不希望 一些不好的理財觀念 或者是財政不好的 遺傳給我的小孩 所以我先收拾自己的盤數 大致上 我自己要講的 那麼多 最後這一部分 講甚麼呢 就是 我都要 在這個節目 叫尾聲的階段 我都要講幾句 就是對阿總理的 這個節目的說話 就是甚麼呢 其實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這麼狠狠 自己拿錢出來 做一個這麼有心的節目 而我亦都這樣說 在我的世界裡 來說 昨日還是前日 有個朋友說 其實認真做事 可以是沒有市場的 坦白說 因為為甚麼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 不是每個人都會欣賞你 但是 可能你找一百個朋友 我的衣服收不到 收不到,這個PayPal證是混蛋 PayPal經常有問題 買機證是混蛋 沒有人想過怎樣解決問題 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是這樣 但是,就要對數 就是說,你遇到我這類人 我會很詳細解釋問題給你 或者用很複雜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你做一個節目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很有客人,自己掙錢 或者自己掙錢 但可能你回報很低 其實我是充分抵會的 所以,我今天就要送一份禮物給總理 我就是你剛才說的 我本人除了是保險從業員和醫生之外 我也是一個藝術家 在8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藝術家叫空山基 空山基在日本 你聽名字就知道 他不是姓空,姓空山 他做噴畫的 那時候沒有Photoshop 他做噴畫 他就發明了一套的方式 發明了一套畫畫的方式 叫做Sexy Robot Sexy Robot 即他全身都是用機械 有摺痕性 但他畫得很Sexy 這叫空山基 這叫空山基特別版的一件藝術品 全球限量100件 為什麼要送給你呢 你會發現這傢伙 拍到任何照片一定是舉中指的 這個世界 一個這麼高級的藝術家 他做了一個藝術品出來 這個圖前藝術品 是一個空山基最經典的 一個屌人手勢 很適合總理放枱頭 做人要有終止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藝術味的屌手勢 是令整件事高級了 中產了 還有這傢伙很喜歡金色 所以我特意找一件藝術品 給這傢伙 讓他以後屌人都屌得高級一點 不再存在地魔 一個這麼有心的節目 我覺得在這個歷史上 只要有互聯網一日 我相信這個節目就等於我當年 做一個節目主持人一樣 床叭夾春袋的玩具各拍 徐二門 甚至乎再以前的城市作斷頭 我覺得在這個世界裡 有一天 始終有人會因為你做過這個節目 是會永遠記得你的 多謝總理 這二百多集的節目裡面 向這個世界的貢獻 雖然回報可能真的很低 但是做人我覺得是要出心的 出心的東西一定是行遠流場的 屌人屌得高級 就等於這個雕像一樣 謝謝 謝謝 我之前說過很多次 Simon 是我良師一友 這幾年裡面 幾個很重要陪著我的人 上海佬 四阿明 老虎頭 鱷魚 阿橋 陪著我很多 走過了很多高高低低 我很多時候有很多心裡的屈結 見到健康 或者有很多無聊的東西 一件衣服收不到 我都要煩著他 我爸爸媽媽也會經常問他 我是很感激他 他很關心我爸爸媽媽的健康 亦都很關心我個人身體的狀況 所以我是很感謝四阿明 我當他考到保險牌的時候 那時我就說過 能夠在我面前跟我談保險的人 現在只剩下你一個 其他我不談 因為他知道我過往的經歷 有很多不愉快的經歷 所以我自己開始留給他 所以我有很多事情 我都會請教他 或者我媽媽也會私底下請教他 我多謝你嫂子 這件事我一定會放在桌上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角色 是做回自己要做的事 多謝 亦都這樣說 我的世界裡沒有幾個人會無端端找我 阿總理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我這種人 直接說 中日沉迷在解決一些複雜問題的人來說 其實只有我找人 別人很少找我 我亦都很清楚自己明白自己的位置 希望這份友誼 或者在YouTube上 這個節目和大家的友誼長傳 謝謝 下集見 你還有什麼事? 沒有啊 希望大家永遠做回自己 不會變質 不是不會變質 而是初心不會變 無論我們的學生如何變 我們的質地如何變 無論我們的身份如何變 最核心的事情 沒有變 我稍後解釋 怎會影響人 最終止 OK 拜拜